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告诉我们 这个组存容量有12兆 Catch容量是400K 要问我们该存储系统它的总容量 那我们首先 在做这道题之前 我们要明确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引入Catch 引入Catch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解决CPU和组存速度的不匹配 所以最刚开始是没有Catch 那CPU和组存进行交互 我们知道CPU的速度很快 组存速度很慢了 所以经常会出现浪费CPU的资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引入了Catch 然后并且把组存里面的某一些东西 那放进了Catch 那由于Catch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CPU想要找东西呢 它首先先到Catch里面去找 找到了直接返回 找不到再去组存里面找 所以说Catch你放的东西是什么 是组存的副本 所以我们认为 该存储系统 它这个容量是组存的容量 而不包括Catch 因为Catch里面存储的是一些组存的副本 是一些重复性的东西 那这套题呢 组存容量是12兆 所以这套题的答案呢 选择B选项 这套题讲解结束 B选项 B选项